陶大太太一种 不会完全地相信一个庶女的话 治好了不用说 若是治不好 难免要背上什么错处 陶大太太现如今只听父亲和母亲的话 陶家人都靠不得钱 荣华要托母亲去问 也不是没有道理 静飞还没来得及思量 抬起头来 看到荣华拿了一块点心 用帕子遮掩着吃了 心里不由地一跳 一时之间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想过对付陶荣华的方法 却从没有预料到是这种结果 陶荣华就这样地吃了点心 陈柔碗将毒药撒在了糕点上 还有一些放进了汤里 只要两样东西都碰了 就不怕沾不上毒 只是安哥的事 陶荣华说得不清不楚 这病要见了人才能治吧 荣华点点头 若是母亲愿意是 我便写封信 让下人将那老先生请过来 便将苦寒之地 这种病症是见得多的 治了母亲就要伤及孩子 等到孩子生下来 还要再吃药调养才能好的 也就是我们这边问这病的少 才会不知晓罢了 这么说来 真的有治的法子 能治好当然是喜事 我记得安哥年纪也不大 不过二十几岁 日后的路还长着呢 以后的路是长着呢 谁愿意一直被人从后面指指点点 生下先天不足的孩子 就像自己也犯下了多大的错 陶大太太就忌讳别人在他的面前提起安哥 更何况大周朝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一个皇子有过太大的缺险呢 静飞总不能先做的第一个 静飞看向荣华 荣华喝了些汤放下勺子 然后用娟子擦擦嘴唇 静飞的心思渐渐乱起来 手忍不住地摸在肚子上 随着月份渐渐地增大 她一颗心慢慢都拴在了肚子里的孩子身上 从前只是求着不论用什么手段怀上运就好 有了深运却愈发求得更多起来 听到九皇子在太后娘娘面前背书 她就忍不住地想 将来生下皇子若是出众的聪颖 肯定能在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 她也就算有了依靠 静飞一晃神的功夫 不知道过了多久 荣华泄了宴 就要告退出去 静飞还没说话 只见荣华身子一晃 说扶向旁边的桌子 桌子上的碗顿时就被扫落到地上 大殿里的工人就惊呼起来 五木侯夫人 五木侯夫人 工人上前去搀扶 还没仔细去看五木侯夫人的脸色 外面已经传来声音 荣华 荣华在里面 我看谁敢拦着 静飞脸色一变 迅速起身 看看身边的工人 几个工人也上前去看五木侯夫人 只听门口传来水溶的声音 何说长公主 何说长公主 静飞看去 只见薛老夫人让安国公夫人搀扶着 已经进了门 看到在地上缩成一团的荣华 薛老夫人顿时脸色大变 身体晃了晃 急忙就抢了几步上前 惊呼道 荣华 你这是怎么了 挣扎中 荣华的发迹已经稍稍散乱 头发遮盖住脸颊 看不清脸色 薛老夫人更加急切 荣华 你这是哪里不舒服 你到底是怎么了 静飞娘娘也慌乱起来 她就呼喝身边的宫女 还看什么 快去请御医来 想着就看向桌子上的饭食 旁边的宫人道 这饭食都是荣华姐姐亲自敞过的 狙击不会有什么问题 薛老夫人上前将荣华抱在怀里 你到底怎么了 你可别吓祖母 黎荣华最近的工人水荣先慌了神 急切地道 娘娘 这些饭菜都是陈柔婉送上来的 还是让人先将陈柔婉叫来问 静飞这才想起来 陈柔婉呢 话音刚落 一个小丫鬟慌慌张张地跑进来道 不好了 陈柔婉都还自尽了 静飞脸色一变 顿时就跌坐在软榻上 黄太后听到外面的工人道 五母侯夫人和静飞娘娘一起用了午膳 就晕倒了 黄太后攥起手里的佛珠 惊诧地看着工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工人道 似是咸服宫里 原来伺候华飞娘娘的陈柔婉 在饭菜里下了毒 咸服宫那边已经让人戒备了 船上的工人 与膳房的人都抓了起来 那个陈柔婉呢 多亏静飞娘娘让人发现得早 已经将那陈柔婉救了下来 如今让人看管着 有没有请御医过来 已经请了 正要把脉呢 黄太后急忙起身 去咸服宫看看 刚走了两步 忽然想起什么 问那工人 静飞娘娘怎么样 那工人道 多亏静飞娘娘胃口不好 桌上的饭菜碰也没碰 只是五木侯夫人吃了 要不然 要不然 一桌饭菜就要害了两个人 不过静飞那边动作倒是挺快 已经抓到下毒的人 宫中发生这种事 一般都是很难查的 找到人时 人多半已经死了 贤服宫灵堂里 已经没有了哭声 不管是内命符 还是外命符 这眼睛都看向侧殿里 御医进去诊脉 也有些时候了 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形 传言悄悄地扩散开 华飞身边的陈柔婉 想要害静飞 没想到 五木侯夫人倒吃了东西 先昏了过去 任静出跪在任夫人身边 看着侧殿里混乱的身影 心里不知道是高兴 还是惧怕 他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薛老夫人 薛夫人像丢了魂一样 陶荣华被人抬去侧殿 吃了毒药 不知是个什么模样 他可是从来没见过 想到这里 心里有些害怕 却还是忍不住想要去看个究竟 任夫人转过头来 看任静出 你过去瞧瞧 这时候 也只有薛家的女眷 有理由靠近侧殿 任静出心里一阵乱跳 向任夫人点了点头 看着女儿慢慢地走向侧殿 任夫人嘴角就浮起淡淡的笑容 宫里是什么地方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吴木侯夫人 转眼间就能相消欲远 不管是谁用了什么法子 故意也好 不小心也罢 对任家来说 都是天大的好事 只是宫里传言来得太快了 连下毒的人都已经查了个清楚 宫里的事 哪件不是遮着眼着 今天这般都让人觉得有些不寻常 薛家在宫里出了事 不管是内命妇还是外命妇 都远远地瞧着 谁也没有上前帮忙 庄亲王妃带着人跪在原地 动也没动 剩下的人都悄悄地看着庄亲王妃的脸色 幸灾乐祸 看笑话的人都纷纷亮着眼睛四处打探 五木侯夫人啊 年纪太小 终究是十几岁的小姑娘 关键时刻不能考虑周详 这宫里的饭食也是随便就能享用的 身子也单薄 看着和没有身孕食一样 这样的身体恐怕是经不起折腾 嗨 你们还不知道吧 有人捂着嘴小声地道 五木侯夫人这一胎 不算稳哪 从怀了身孕 就搬去南院好好地养起来了 生怕有半点的闪失 听说五木侯也是到处地求人问药 还买了帆帮金贵的金丝甲 都希望能保母子平安 有人惊讶地道 还有这样的事 怎么没有 就连之前在太医院任职的院士 都枪去问卖呢 五木侯夫人身边的丫鬟入了家庵 大概也是坐了替身 又在佛祖的面前祈福 我可是听说薛三爷要那丫鬟做妾室呢 那丫鬟不肯 这才出了家 怎么就看上了那一个丫头 说不定是八字看错人了 这些事呀 我们在外面不过听了个皮毛 比起外面众人的冷眼旁观 薛家女眷却显得孤立无援 薛老夫人手里握着一样物件 抖成一团 薛夫人更是满脸都是精骇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一边要看荣华 一边要照看着薛老夫人 静妃好不容易稳住心神 让人扶着就来看荣华 薛老夫人薛夫人都未站在床头 连工人都只能站在一旁 静妃刚要上前几步 太医院的院士已经几步进了屋 院士见过静妃 便上前去诊脉 慢障放下来 御医不敢怠慢 忙凝神细诊 屋子里站满了工人和内侍 所有的眼睛都盯在太医院院士脸上 院士站起身来 向薛老夫人行礼 下官还要看看 吴母侯夫人的面色 薛老夫人颤抖着手 撩开漫章 御医看了一眼 便立即低下头 还没开口说话 只听外面的工人 匆匆赶来道 是汤里有毒 说着将手里的托盘呈上去 床边的薛老夫人顿时眼前一黑就倒下来 多亏身边的工人和薛夫人上前搀扶 才不至于摔倒 静妃皱起眉头看向御医 急急地问道 吴母侯母侯夫人 吴母侯夫人怎么样 御医这才道 下官要看看吴母侯夫人用过的汤 工人忙将汤送了上去 御医拿起碗来闻了一下 便将手里的汤还给了工人 薛老夫人勉强镇定 薛夫人已经是泪眼婆娑 薛老夫人站在床铺上 撩开漫帐看荣华 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真是要了我的命呀 静妃道 我宫里有些解毒的药丸 不妨拿出来试试 只是吴母侯夫人尚有身孕 那些药丸不知道能不能用 话刚说到这里 只听有个微弱的声音 从漫帐里传出来 静妃顿时心脏一致 耳边就如爆惊雷 老夫人 娘 我这是怎么了 店里的众人顿是惊一万分 薛老夫人脸上是纵横着泪痕 喜出望外的睁大眼睛 伸出手来握住荣华的手 扮上才稳住气息 急急地出口 好孩子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 身上哪里不舒服 快跟祖母说说 荣华正愣了好一会儿 这才回过神来 站起来时 我只是觉得头晕 后来 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薛夫人几乎不敢相信地抽动着嘴角 转身就去喊玉依 快来瞧瞧 荣华这是 玉依又付上钱 诊脉 好半天 才道 一脉相看 我沐侯夫人应该没有中毒 薛夫人听的这话 她第一个悔过神来 再也撑不住 当场就痛哭出声啊 薛老夫人听着薛夫人的哭声 拉着荣华 也掉下了眼泪 任静初站在门口 向里面张望 他想进内室里面去 试了好几次 都被工人拦在外面 只得就站在门外听消息 听不到里面说话的声音 只见玉依匆匆进屋 之后 有个工人端了一碗汤 跟着进去 再后来 无论他怎么听 都难听到半点声音 正要失望地放弃 屋子里忽然就传来 一阵哭声 任静初的心脏 跳得越来越快 几乎要从胸口跃出 那哭声哀疼 声音是越来越大 不见有止住的样子 陶荣华果然难逃一劫 陶荣华一死 薛家就再没有别人 能和他比了 将来薛家还不是要交给他 更重要的是 掌房也就没有了孙儿 他也就不会在子嗣上 失了仙姬 心中的恐惧 顿时被喜悦代替 做梦也想不到的结果 竟然这样就实现了 尤其是屋子里的哭声 就如同喜悦一般 一声声敲在他心上 他想要平静 都平静不下来 当着众人的名 他应该跟着难过 可是眼睛刚沉下去 听到哭天抢地的哭声 就憋不住要 笑 还是尽早将消息 告诉母亲的号 任静初想着就转过身来 不欺然地就对上了一双 威严沉静的眼睛 任静初顿时僵在那里 脸上的笑容 立即就被吓得烟消云散 正愣了片刻 才上前行礼 黄太后 穿着一身笑服 却显得脸上的妆容 更加精致 两颊的胭脂一染 娇艳得像朵花儿 和五木侯夫人 差不多的年纪 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子 五木侯夫人 出自书香门第 而薛三奶奶 更是薰贵之家的闺秀 按理说 薰贵家出来的小姐 更应该有几分的闺门之秀 却没想到 撞到她眼里的是一张得意的 甚至带了些许幸灾乐祸的表情 黄太后皱起眉头 怎么样了 任静初这才落下眉毛 压低声音回道 还不知道 没有消息传出来 没有消息传出来 就会有这样的表现 黄太后正想到这里 听到了屋子里的哭声 那哭声发自肺腑 怎么也劝不住似的 黄太后的脸色更加阴沉 若是五木侯夫人真的出了事 薛三奶奶又是这样的一副尊荣 那么这妇人的心肠可想而知 想着 又低头瞇了一眼任静初 跟着进来吧 静止进了门 之前 薛夫人要照顾着老夫人 就算心里再害怕 也只能强作镇定 本来已经万念俱灰 忽然之间听说荣华没事了 心情这样猛然的起伏 压在心头多年的情绪 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似的 荣华支撑着身体 劝薛夫人不要伤心 薛老夫人怕荣华身体虚弱 祖孙三个眼睛中都闪着泪光 互相搀扶着劝慰着 心酸中透着一股温暖 荣华伸出手来给薛夫人顺气 倒让薛夫人将手抓住 哭个不停 荣华明白这种感觉 他重生在桃荣华的身上 也是震愣了好几天 直到赵轩桓成亲那天 他才哭出声来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委屈 足足哭了一个时辰 才平复下来 是庆幸自己的死里逃生 更是庆幸看清楚了 这个世间的残酷 薛夫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安国公突然没了 将和别的女人生下的 唯一子嗣托付给她 薛夫人就一直惧怕着 承受不住夫君 一下子没了的噩耗 更承受不住时时刻刻 都有可能再次降临的灾祸 小心翼翼地将自己 封闭在院子里 心思敏感脆弱 经不起一点的冲击 这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 一下子承受不住 多年的委屈和恐惧 一瞬间就轻浮下来 皇太后进屋 一眼就看到脸色苍白的 五幕侯夫人 拿着帕子去擦 安国公夫人脸上的眼泪 本来以为五幕侯夫人 定是出了事 没想到五幕侯夫人 好端端地坐在那里 心里不由的 也有几分的诧异 压在心上的石头 倒是一下子扳开了 皇太后正要走过去 身边就传来 啊的一声惊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